明天早上 新西蘭人會醒來 不僅是一個新的日子 而是新的政府和新的方向 紐西蘭中間偏右的國家黨 在14號的國會大選中 實現政黨輪替 以40%的得票率贏得勝選 國家黨黨魁盧克森 渴望出任總理 將與獲得9%選票的行動黨 共組聯合政府 不過這兩個政黨合計 在121席國會席次中 取得61席 只為有一席優勢 可能仍須立一個小黨 將紐西蘭第一黨的支持 才能穩定執政 而執政的工黨在這次選舉中 失去將近一半席次 今年1月接替阿爾登 出任總理的希基茲 表示將缺乏政權順利轉移 國家黨在這次選戰中承諾 將控制高通膨 疏解中產階級壓力 並降低國債 外界認為盧克森 可能會以商業優先原則 與北京交往 不過未來聯合政府的 另一個成員行動黨 則與臺灣友好 政府黨魁 都是紐西蘭國會 跨黨友台小組成員 外界同時關注 政局變動 將組合牽動區域的美中獎勵 鏡頭轉到南美的厄瓜多 當地在星期天 選出年僅35歲的商業帝國 繼承人諾波亞 擔任該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諾波亞的父親 香蕉大亨埃爾法羅 過去五次競選總統 最後都功敗垂城 諾波亞的勝選 也代表實現家族的長期喜怨 支持者齊聚 接頭搖旗 吶喊 瘋狂慶祝 諾波亞在八月總統大選首輪投票中 以黑馬之姿 贏得百分之二十四的選票 欲得票領先九個百分點的左派 女律師公薩里茲 進入第二輪決選 後來她的支持度不斷攀升 最後反映五成二比四成八的的票率 擊敗對手 諾波亞當選後 承諾將改善經濟 為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 並將危險的罪犯囚禁在海上監獄 但是厄瓜多近年的毒品暴力情況惡化 八月大選前十一天 甚至還有另一位總統候選人 在造勢現場被暗殺身亡 國家因此進入緊急狀態 諾波亞是否真能為厄瓜多帶來改變 各界都在看 故事新聞則會名別一